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單 啊這個是最新的Romancing季就是Romancing Award的紀念 在日版呢這個是一週年了 然後國際服呢只花了三個月就達成了啊 我們國際服呢不只是開噴射機還有什麼高鐵啊新幹線 我們都不是我們是用精神時光屋啊 我們用精神時光屋人家用一年的時間我們大概三個月就達成 所以我在想聖王應該可能順便下個禮拜就可以開出來了 以這個速度的話這個加速實在加速太快了讓我有點有點沒辦法適應啦 而且轉蛋機怎麼禮拜三就開了一般都是之前都四五還有六什麼 然後現在禮拜三就開了 好啦沒關係我們現在來做轉蛋分析 然後今天做的是SS溫蒂妮SS愛蓮SS 莎拉還有SS唐瑪士的轉蛋分析 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隨著看看復活血人轉蛋冒險攻略 還有轉蛋分析還有戰力分析 那這一集呢我就不特別講SS溫蒂妮2.0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其實旭哥的頻道就做過了 旭哥在這個 頂級人權女角的這個 第三部 第三部就有做過SS溫蒂妮2.0那時候連SS99一起介紹 所以你們假如還沒看過的話就是可以看這一集 頂級人權女角的第三部轉蛋必抽女角攻略 然後假如你看過的話呢你今天就是知道這一隻的話那你就是知道這隻是必抽的 好 我們看一下好了 不過呢現在有點尷尬啦因為之後假如出的很快後可能這一集 也是不會抽到保底吧就是會試一下手氣啦好啦 那我們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第一隻講一下這個愛蓮啦這個愛蓮就是嗯不錯就是 姿勢不錯啦我是說姿勢不錯 能力值還不差但是就是贏在這個姿勢啦這個姿勢就已經100分了可以 好 那他的就是招式呢 第一招威力低BP5就是範圍攻擊還不錯啦 然後第二招大目段的是一個很實用的招式威力A然後BP8 然後對植物也有特效這樣 所以這招是一個很不錯的招式大目段 在高速三角斬威力SSBP13 那這個單體技啦所以威力SS比較可惜一點 那整體而言呢 第一招鬥氣增強被動技能的話 還算實用 就是攻擊命中時只剩腕力上升嘛 在第二招就廢招嘛永劍強擊 HP全滿10造成了傷害上升效果大 這招在那個日本的Wiki都被罵到爆 就是永劍強擊 只要出了這招都被罵到爆 永劍系列都被罵到爆就對了 好再來就是精神亢奮式 攻擊造成傷害上升效果大 這個也很實用所以E3招還滿實用的 第二招被罵到爆好 所以是一個姿勢不錯100分的SS愛蓮 好那我們看一下莎拉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看Wiki我們先把角色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等一下再跑Wiki 那莎拉的話就是 就是他的第一招向羊之劍威力低 BP4 然後這招是對單體的圖加羊的攻擊 還OK然後第二招閃光劍這招很不錯 是因為全體攻擊 你就是一開場就可以放 再加上他有就是 附帶就是黑暗效果四回合 大家有發現嗎 就是音樂有換欸背景音樂有換 你仔細聽背景音樂是換的 換成那個慶祝的音樂 好那第三招百萬富翁也是全體攻擊威力A 但是BP消耗很多 BP要15 那你絕景三次也要12 有點多啦 BP真的消耗有點多 那喜歡莎拉的話也可以抽一下塔 他是好像是第一隻SS的莎拉 1.0版本的 那愛蓮也出了很多版本啦 喜歡愛蓮的話你會抽不完啦 因為愛蓮出太多隻了 那莎拉第一招心機敏銳被動技能 使自身的敏捷上升回合開始的時候 再來第二招精神亢奮3 這招是常駐的 攻擊造成傷害上升效果中 第三招也很實用 弱點集中3 就是打人家Week的時候就是 造成傷害上升效果大 三招都很實用 所以莎拉雖然就是不是最強勢角 但是評價也都還不錯 因為他的三招都蠻實用的 阿這樣他有全體技阿 你這個刷官可以用阿 所以還蠻實用的莎拉 那我們看下一隻 下一隻也是大家評價還不錯的 小火車2.0版本 塔瑪是小火車2.0 那這隻的優點是他的第一招 威力吸BP3然後可以降體 基本上這招是很變態的你知道嗎 為什麼因為他的BP3然後你覺醒一次才BP2阿 BP2然後威力竟然有吸阿 很多人就是BP5才有威力吸 然後他BP2就有威力吸 而且還可以附帶降體 所以這招是很變態的阿 這招還不錯喔 洞察針 再來呢第二招三角岩石 你基本上你是要覺醒一次阿 一開場就可以放了 因為湯瑪是小火車2.0的 智力還算補正值還算蠻高的 所以他的 石化的機率蠻高的 石化之後呢他可以效果有5回合很猛喔 所以基本上這招還不錯 旋理攻擊再加上他命中時可以目標石化5回合 所以很不錯 就是機率小但是湯瑪是小火車2.0的智力蠻高的 然後你再給他裝個土杖的話可能就會更強大 不是土槍啦 給他刷一把土槍給他 土槍好不好 再來第三招超重力威力三個SSS BP15 進行攻擊命中時呢他有機率使目標速度下降 還不錯就是打人的時候還可以讓人家速度下降 但是基本上這招應該用不到啦 因為大家都會放第二招還有第一招啦 就是 等於說第一招一直集氣 集完就放第二招這樣 第二招是一開場放這樣 放完就一直用第一招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loop 所以第三招應該很難放得到啦 所以基本上看前兩招就好了 尤其是這個三角岩石在搭這個洞察針很實用 看一下能力好了 能力練氣高昂攻擊命中時回復自身BP 機率中加1 然後急進的化身三回合開始時自身進入隱身狀態 就是一個小孬孬的概念 小孬孬就是躲起來搓人家 搓起來實化人家 小孬孬的概念 不錯我喜歡這個急進的化身躲起來 好第三招 精神亢奮式 攻擊造成的傷害上升效果大 這個常駐的很實用 這三招技能也不會說特別特別特別怎麼樣 就是還OK的招式 他主要強勢是強勢在他第一招還有第二招 他的補陣值 反正現在一隻溫老師 2.0版本的 就是還不錯啦 之前有介紹過 稍微講一下好了 第一招威力低 BP4的泡沫即洗 他這個很強勢的是在於他可以讓人家昏厥而且機率大喔 機率大喔 大家注意一下機率大很實用 那覺醒一次化BP3可以一直連放 然後再來就是水鎚 他就是單體 人家打然後再加上他可以使目標的智力下降也很實用 再來就是雷鳴 雷鳴是全體就是攻擊嘛 就很像那個 妹妹的白金妹妹的大兆雷這樣 白金妹妹大兆雷真的太好用啦 我很多關卡都是靠他去暈人 太好用了 那雷鳴也是差不多啦就是暈人 然後他這招換了覺醒 一開場就可以放了 就是BP10 BP10一開場就可以放雷鳴很實用的招式 所以他基本上三招都很實用 所以這一池的兩個大獎就是溫老師2.0 溫滴妮2.0還有小火車2.0 可是有點尷尬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抽了1.0 現在這一池要怎麼個抽法我還在想 我們看一下第一招魔力胎動被動技能 回合開始時使自身的智力上升機率中效果大 這個還蠻實用的 再來第二招精神亢奮式 攻擊造成的傷害上升效果大 這個也很實用 就是常駐的 第四級效果大 再來第三招精神衰減2 RUN的開始時使敵方全體的精神下降 這招也很棒啦 就是讓人家精神衰弱的話 你就是打人家會特別痛啊 你用那個技能 就是用一些像他的 泡沫激洗啊水槌雷鳴打起來都會特別痛啊 所以他的精神衰減2也很實用 跟他的技能組可以很搭 所以溫老師2.0溫滴妮2.0也算是一個 人圈角啊 那小火車也是很實用的角色啊 所以基本上這次很尷尬你知道嗎 到底要抽到什麼程度我現在還在思考 我們看一下Wiki啊 看一下Wiki 基本上這次是非常強的啦 這次是非常強的 那因為技能我們介紹過我們就簡單講一下評分好了 沙拉的評分呢是90分 然後定位是攻擊手嘛 然後他有很強大的 他的優點上他有補正值是83% 就是速度很快 然後他的被動技能組能讓他火力提高 再這樣他有 複合屬性的弱點攻擊 他的優點是這樣 然後總和評價是火力4 周回4耐久力3 回復1 狀態異常3 Debuff1 Buff3 評價是B但是你 沒有抽到溫老師2.0 然後沒有抽到小火車2.0 抽到這一支也OK啦 這支也不錯啦 就是當做安慰獎嘛 就是你去抽一番賞抽到的安慰獎那種感覺 那 我們看一下補正值 直接看補正值 補正值的話他的敏捷在23名 然後速度在33名 然後精神在58名 智力在 84名 還有魅力在63名 他有五項數值在前100名 都非常高 這支的優點是他的補正值都很高 在腕力317名 然後體力250名 然後愛在134名 這幾個是比較後面 整體來講他的補正值非常高 接著呢就是他有很多字啦 但是好像基本上就是你都 要特別去抽才會抽到他的 技能 所以他要繼承技能上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他的角色出的不多 所以你自己要考慮一下怎麼用 好那我們看一下下一支 時間有限 出太多支了啦 最近是怎樣啊 開車也開了 開到變精神時光屋了你知道嗎 三個月等於人家一年啦 等於日版一年 欸 愛蓮 不是這支愛蓮 是這一支愛蓮啊 這個愛蓮也是愛蓮的2.0版本 然後就是他的優點就是屁股很翹 應該是吧 我看一下是這一支沒錯 優點就是火力很強大啦 然後腕力的補正值很高 還有他就是專門為那個攻擊特化 然後他們這邊有介紹一個打法就是 你把就是 第三招覺醒到BP10 然後第二招覺醒到BP6 那你第一招 開場的時候會先放第三招 第三招範完之後呢就會 變普通攻擊 普攻完之後就會放大木段 然後大木段完就會再變普通攻擊 普通攻擊完之後又會再接大木段 就是你會一直 就是普通攻擊大木段一直接下去 開場的時候放第三招的話 第三招覺醒到滿 BP10會先放 然後之後就是普通攻擊大木段一直loop下去 他有這樣介紹這個用法 你可以這樣玩 就是對單體火力是很強大的 我們接下來看他的評價是B 火力5周回4 耐久力3回復1 狀態異常1 Debuff是2 Buff是5 整體來講是一個火力強大的角色 看他的背影就知道他的火力很強大 好 晚上可以開車一下 看他的背影開車一下 鬥氣增強這些都有講過嘛 我們直接看他補正值 補正值他的腕力在第35名 蠻高的 然後體力62名 敏捷在88名 這三個是前100名的 那接下來他的智力在361名 哇他智力好低啊 覺得他智力很低 只要叫艾連的智力是不是都比較低 然後精神432名 然後速度在168名 魅力在150名 然後愛在223名 這些是比較後面的 整體來講 腕力體力 還有敏捷 還不錯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 應該大致上 他艾連有一個優點就是他的 技能組非常多 因為艾連總共出了4隻SS 再加上3隻S 總共有7隻啊 等於說你是用不完的 因為之前大家應該有抽那個 情人姐的話也有抽到情人姐的那個愛連 女僕愛連 好那我們看下一隻 湯瑪士小火車2.0版本 評價是91分 然後 攻擊手 基本上就是 第一招呢就是一直覺醒之後呢就可以 第一招一直 把BP集氣這樣 集起來 BP2嘛 所以可以一直集氣 優點是這樣 再來就是他很高的智力 然後很容易讓人家實化 剛剛有講過 再來他的極境的化身的話就是 小鬧鬧比較不會被打到 好 大致上是這樣 評價A火力4周回4 耐久力3 回復2 狀態異常4 Debuff是4 然後buff是2 整體來講是一個很優秀角色 所以這一池的 我看到一隻腳在那邊晃 好 這一池的那個 不小心開車他的腳 好 然後這一池呢就是我覺得 大甲應該是小火車2.0 再加上 溫蒂尼2.0 然後 其他的抽到愛蓮 還有 沙拉抽到其實也都還不錯啦 就是這樣 都是很優秀的角色 那小火車2.0的話 他的智力在第39名 很優秀 智力在第39名 然後精神在65名 腕力在77名 這三個是前100名的 所以是一個蠻優秀的角色 而且是以自取勝的角色 小火車 他馬是小火車2.0 體力是250名 然後速度174名 敏捷在151名 魅力在418名 魅力好低啊 超級沒魅力的這樣 然後愛是190名 所以 整體來講他的腕力 智力還有精神都還不錯 尤其是智力 補正直高的話就是讓人家比較容易實化 然後加上湯瑪士 開車啦 好大啊 湯瑪士實化實化的好大啊 他的那個 技能組 很多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湯瑪士1.0啊 你抽不到湯瑪士1.0 我也是服了你了 湯瑪士1.0超好抽的 再加上A的湯瑪士你也會一直抽到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繼承的技能組很多 所以應該蠻實用的 那溫蒂尼就是你就看這個人犬角 頂級人犬角的第3集 就可以看到溫蒂尼了 就是 Wiki的講解 那今天的旭哥 羅梅莎冒險 旭哥的旭哥抽轉蛋了 就 轉蛋分析就錄到這邊 這一詞呢就是很多 好的角色啊 那旭哥會抽這一詞啊 那大家 抽到什麼程度我還在想啊 沒關係旭哥會抽字 那大家 記得看旭哥抽轉蛋 看旭哥抽這個 羅梅心技 抽這個溫蒂尼2.0 還有湯瑪士2.0 還有艾莉還有沙拉 那記得看頻道我們下集見啦 謝謝你